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昨天的这个指数分尸啊 你看 平时这段牙呢 这是这样 就包括新冠的时候啊 还有点缓 昨天就这个时候 啊 一点缓解的余地都没有 就往下走 啊 为什么呢 市场解读为是拜登这个 加税一下一百万以上的翻一倍 但是说实在的啊 两个事 为什么我说这是 呃 不能说是完全的说是跟这个 有关系的市场 它本身它也要跳 但是 这事是一个催化剂 我昨天跟大家说 我说预估的是什么时候呢 我说应该一点半之前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 我们得观察到一点半 即使出现那个小的波动 我们要观察到一点半 我们可以看啊 是从一点这种 直接跳水 这块没有反起来 大家可以看啊 这块是不是一点半 再继续往下 那么在这块呢 你就应该 重仓的就应该做一些 减仓的动作 就是你 你 你做这个动作啊 你在这儿做 那不可能刚一跳 刚一跳要在这儿要弹起来呢 哎 你观察 观察什么个观察法 我们看 观察到这儿 这儿就形成一按摩头 继续往下跳的时候 你到这个区间 我们可以看啊 在这个区间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减仓了 啊 这块我们就要进行减仓 仓位重的 那么有的人说 您是不是开始做空头了呢 没有 没做空头 昨天我跟大家说的是 什么 昨天我跟大家说的 我说他必须得破掉 4130这个位置 我才可能加空头仓位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 他这块呢 死叉上了 死上了呢 他肯定就有回调 回调呢 我什么时候等他死绝了 我再做这个空头仓位 现在呢 还不好说 他也许横横两下 横两下之后呢 还得跟这儿再震荡 那么为什么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呢 昨天我这块留言 有网友给我留言 有称赞的 就是说 哎呀 您说的真准 这个真是真诚死猫跳了 昨天这又回来了 还有的说 你说的不准 你说一点半 然后结果呢 1点5分开始跳水了 您说 咱们这是做预测 他不是说是 说看完了之后回步咱们 咱们复盘 是吧 我这预测差半个小时 你在股市上 如果预测还不是半个小时 差20分钟 差25分钟 这种预测呢 我觉得这个精确度就已经是 很高了 还不是比较高 不是自己夸自己 还不是比较高 是很高了 而且我跟大家说了 刚才 对吧 我们在这儿 就算他断崖是跳下来 在这5分钟 你敢动吗 就算咱们预测到了 你说我要观察 我们看应该是在1点钟 没事 1点钟这块没事 下跌 你在这儿一下跌 你就卖 那不可能 对不对 下跌完了 吓唬你一下 如果一会儿再出一个什么情况 在这儿又拉起来了 那你怎么办 是吧 我们下跌当中 怎么着 也得看上 一个小时 说实在的 你可能会 损失一点 但是不至于卖飞了 如果要是说 您打是小点的 我当时也说了 我说您得看半个小时 不能说是刚一下跌 跌个5分钟 10分钟了 哎呦就受不了了 就赶紧慢 那那不是炒股票的 那不是炒股票 那您看看股指期货吗 可能还行 股票就别这么做了 一般外汇有这么做了 我们把这个事说完了 我们再继续说 现在的这个拜登加税的问题 是怎么考虑的 是这样 第一 大盘没有拜登加税 这事 明确跟大家说 咱们当时就怀疑 昨天这个 前天啊 前天这根羊蟹 我说这个 怀疑是死猫跳 那这咱们昨天节目说了 拜登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是一个催化剂 加速剂 或者呀 其实就是一个借口 excuse 啊 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他什么都不是 啊 只是市场本来就要跌 他来这么一句话 叫雪上加霜 哎 就就够了 或者是给了市场一个借口 你看 我不是我市场要跌吧 是因为拜登加税了 啊 是吧 这就是 就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第一个 咱们明确的 没有拜登 市场也 也可能要跌 就是不会跌这么迅速 啊 不跌这么迅速 其实有时候更惨 啊 你一点一点忍着呀 你到时候还不是这一下到位呢 是吧 就是咔嚓一下来个痛快 你反正跳河一笔眼也就过去了 如果要一点一点忍着 你说你又想卖 你又想不卖 你又不想卖吧 你又不敢加仓 那样才难受了 啊 这样真的就是跳河一笔眼就过去了 这是第一个说拜登的这个事 第二个 拜登这事呢 我觉得呢 过的可能性啊 几乎为零 就是他加税这事 我觉得会过 但是他加税 说是一百万以上的 加这个将近一倍的税 就翻了一倍啊 他原来20% 现在39%有点多吗 实际上那个综合算下来 以前还有一百分之三的 那个持有的东西 算下来百分之四十多 觉得我的可能啊 基本上在国会通过 就这个方案 在国会他加税的方案 可能以后啊 怎么改改完了之后怎么过 咱再说 就是现在他这个方案 通过的几率几乎为零 为什么我说他只是一个借口呢 就是因为呃 我认为国会不可能通过啊 因为这么大的加税幅度 总统说了不算啊 这个事税收 本身设计税的税收的东西 就是国会的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你要是临时有点这个税的小的改动 你用总统行政命令啊 可以这个用一些临时的措施 你这种长期的 然后重大的 总统没这权利啊 总统没这权利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我说到国会 他通过不了呢 我们来看 我给大家调出来这么一个表啊 这是参议员 现在进行交易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啊 这是这个谁 这是这个叫这个 Richard理查德啊 理查德的一个交易情况 嗯 今年的交易的频率低了啊 他一般的情况下 都是在这个第二档的这个区间 今年交易频率低了 因为今年呢 确实市场也没有那么好 他就一个持有啊 我们再看其他的 这是俩理查德 这个波尔理查德 这会儿还有一个 嗯 他这个你看 看他他这个是 这些日子 交易的时间到长啊 这块不是他没交易 注意啊 这之前不是没交易 这个人啊 这个Richard不是说是 之前没交易 是之前他不是参议员 之前他不是参议员 这个这块啊 我们可以看 今年啊 当了参议员之后 交易越发的活跃 不要啊 再看这个 这块你看 这些老参议员都是今年 开始这个降低了 降低了水平 嗯 我们再来看 啊 基本上 你看这些老的参议员 水平呢 降的是 比较多的 新的参议员呢 就是 做的就 比较 激进一点 啊 这就更激进了 我们可以看啊 大家可以看 几乎所有的 参议员 都在交易股票 其中 我 我不一个一个 给大家掉了啊 就是其中啊 就过了这条线 中位数的 啊 过了这条线 中位数的 咱们就以这个 Richard这块 为准啊 就过了这条线 中位数 就是一这个位置的 大有人在 基本上 我统计了一下 超过了40% 就是你 征税 征这么重的税 那征谁的税呢 一百万 好像跟我 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是吧 这年收入一百万以上 好像跟我 没什么太大关系 啊 我觉得呢 就主要是 这些人啊 那这些人能同意吗 就这么跟你说啊 这大多数人 都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啊 是吧 都是为人民币服务的 当然了 在这就变成为美元服务了 你把这么重的税 争给他们 还让他们投票去同意去 反正我觉得不大可能啊 但是我们要注意 这是一个信号 这是一个信号 就是说 他一定会加税 那么 漫天要件 那就地还钱呢 还多少呢 还到 从百分之四十变成百分之三十 还是百分之二十五 我觉得是肯定不会低于百分之二十五了 现在这种方案一出来 肯定不会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就地还钱呢 我觉得是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之间 百分之二八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他现在是三十九吧 啊 搭上那个搭上乱七八糟的 在四十三 咱们就按三十九 我觉得缓到二十八二十七 哎 总体上呢 不超三十 这样一个水平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要不然的话 呃 我觉得根本就不可能通过 另外呢 这就是咱们在选举的时候就说了 我说老特上来 反正这股市啊 就好一点 呃 就算不是老特上来 只要是共和党在位 这股市呢 都算还算不错 民主党在位呢 除了克林顿那几年啊 其他的时候 基本上股市没什么太好的 那有人说说奥巴马那几年 不是也复苏了吗 你看看奥巴马那是第二任期啊 奥巴马第一任期 你瞧那股市那惨模样 是吧 所以像这个 拜登上来 这民主党一上来 我就估计这个加税啊 肯定会影响股市 但是没有想到啊 他加这么大 但是加这么大呢 我觉得他也不太可能能过 而且 咱们现在对市场的一个总体判断 因为现在很多人就很悲观了 我呢 没那么悲观 我依然还是看 回调 在首先的位置 是40 30到4050的位置 呃 弱一点 是3950到4000的位置 啊 这是比较正常的 两个地儿 这两个地儿 加起来的可能性 我觉得应该是超过80%的 第一个位置的支撑 我觉得是超过 百分之 四十 就是得占 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的概率 就这个位置就能获得支撑 40 30到40 50 这个位置 获得的支撑的概率呢 应该是 就是说如果把这给破了 到这 到这的概率呢 应当是 得占到这个 百分之三十五 刚才那四十五嘛 这三十五 这俩得超过80% 甚至这是百分之四十啊 这俩可能得达到百分之八十五 再往下走 有的人看到了 这个 到这儿 我觉得呢 不太可能 啊 原因是什么 原因 股市还是反映经济的 呃 在去年呢 是大水满贯 股市有一波水牛行情 那么今年呢 是实实在在的复苏行情 我认为是实实在在的复苏行情 这个实实在在的复苏行情 不会这么快就走完 它即使往下跌 它也应该是走一个横盘整理状态 那么我们既然 说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复苏行情 那从哪能看出来呢 那么我们来看 初请失业金日数 昨天公布了啊 昨天拜登在一点中的这个 讲话呀 说实在的啊 是遭进了这份初请失业金报告了 预期是61万 结果是54万 就说55万吧 连续索赔呢 哎 预期呢 是360万 呃 结果呢 是367万 不是高区太多 但是呢 初请失业金的人数是明显减少了 而这个芝加哥全国活动指数啊 我们可以看 预期是1.25 结果一下大幅增加到1.71 说明整个的人们的活动 包括event是这种 呃 聚会 party啊什么的 都开始增多 也包括人员流动和货物流动都在增加 呃 唯一差一点的啊 差一点的就是现房销售 这个块呢 主要是由于这个加息预期 所以这个现房销售啊 就下来了啊 我们可以看 另外呢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现房销售 现在有两种观点啊 跟大家说 现房销售 一是觉得供给 现在不够 下来了 二一位呢 觉得房地产有泡沫 再是有加息预期 所以总体上 这三个 大的方向 导致了这房地产销售下降 那么欧元区呢 4月份 消费者行刑处数 啊 也是好于预期的 但是 大家要注意啊 后边有两条不好的消息 可以说是乌漏 偏逢连阴雨 第一个就是 欧洲央行行长 给拉加德 来一句 不确定性 笼罩着近期的前景 保持有利的融资条件 至关重要 这块呢 大家呢 要做两面解读 第一 就是说 不确定性 现在增加 不确定性体现的什么 一会儿我们就看底 就知道了 另外呢 他说了一句 比较 让市场安心的话 就是保持有利的融资条件 是至关重要的 说明他没有意思 在欧洲园区 现在 提高利率 就是起码在暂时 是他不会动的 但是他刚说完这句话 谁提高了呢 咱们昨天说了 加拿大 提了 加拿大提了之后 紧接着我们可以看 俄罗斯央行 意外 大家注意啊 我把这意外俩子 特意控出来了 意外上调 关键利率0.5个百分点 从4.5上调到5%了 欧洲这块 虽然没有什么动静 但是 俄罗斯先做反应 他会不会 导致这个 拉加德这块 做出观念上的改变 我觉得在近 因为他 欧洲这块央行 基本两周 他会出来讲一次 两周之内 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 两周之后 他要看着俄罗斯这块 有些动向呢 会不会有所改变 这块不知道 而加拿大这块呢 等于给 这个放水的 所有国家 开了一个口子 啊 就说明 就是要收紧 这块呢 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现在呢 总体来看 就像咱们 前上上期节目 这是上上两期节目 的时候咱们说的了 咱们说 现在 可能五月份 就是整个五月份 上涨都会停滞 我们会在盛夏 迎来 新的一波反弹 那么我们现在仓位是多少呢 我们现在仓位 控制在 半仓 到 六成 或者五点五成 最好是别到六成 啊 半仓或五点五成 已经足够应付市场 有的人说 我现在就是不玩了 嗯 不玩了 现在的市场行情 我觉得呢 也 不具备这个条件 啊 不具备 像很多主播 就是就说的是了 或者很多 现在留言 就说的是了 就说又要回到 三千 七百年以下去了 我现在看不到 啊 我现在看不到 我依然看到就是 最大的概率 是在这个区间 啊 最大的概率 是在这个区间 这个太大了 这个 啊 我把这个区间 画下 这是最大的概率的 积幅啊 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应该再小一点 哎 这个区间 我觉得 就 差不多了啊 就是这个椭圆形 的区间范围之内 就差不多了 这是最大的概率 占85% 嗯 下一个台阶 到这的可能性 也就15% 到这 我个人认为几乎为零 啊 大家不要信这个 呃 税的这个问题 啊 他下跌 跟这个税没什么关系 昨天咱们就认为是死猫跳了 因为市场本身就是要 有一个调整 但是20%的修正 有的人说10%以上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啊 就是5%到7 没有太大的空间 因为经济数据 现在一直在向好 我们 要对这个股市和 就是 基本面对股市的 经济基本面对股市的支持 是要抱有信心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啊 当然了 您赞同不赞同呢 呃 再说 啊 只是我给大家认为 是我的一些思考 如果要是 您认为不是 清仓啊 这些东西呢 您还是要自己角色 股市有风险 股市需谨慎 啊 我这些意见呢 不作为您的投资参考 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 给大家播播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